萬里區野柳地質公園 人來人往 遊客非常多 不過在這個月的9號下午 地質公園的員工向警方報案 說他在園區內發現一個女用包包 以為是遊客遺失的 交給派出所 而園警本來要看看有沒有證件 不料卻在這包包裡頭 發現身份證 器官捐贈卡 以及上頭寫有負面情緒字眼的一書一封 地質公園的工作人員 在他們場園區裡面 有實惠一個塑膠袋包著皮包的手提包 然後送來送交到我們拍所 因為這裡面 他有當時有一個女性的證件 徐小姐的證件 他裡面有寫一些捐贈卡 或是如果他發生什麼意外 不要跟他急救或等等的事情 警方表示 在發現類似遺書的信封之後 立即依照上面的身份通知家屬 而家屬也急忙尋找 卻一直聯絡不到這一位徐姓女子 而警方根據家屬表示 徐姓女子約50歲 獨自住在桃園 身體狀況不好 不過為什麼會獨自來到野柳 家屬也不知道原因 他自己個人獨居在桃園 可是平常的狀況 家人也不是很了解 不過現在因為 據我們沿路上查訪調查 並沒有看到該徐小姐的身影 所以現在我們還是動員消防 還有請友軍的海巡 大家繼續在尋找中 到底他的下落現在是怎樣 現在都還不清楚 警方表示這一名徐姓女子 出門前穿著深藍色外套 黑鞋黑褲 頭髮綁馬尾 手拿一把黑色的雨傘 身材相當瘦小 只有35公斤 160公分 而目前沒有找到 這一名女子的監視器畫面 因此到今天為止 暗巡21大隊也加入巡人行列 希望能夠盡早為家屬 找到這一名失蹤的女子 謝謝學團一 萬里採訪報導